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強 隨著三星發表會的時間越來越接近 也有越來越多的消息被外媒給曝光 包含最新的 S7 鍵 據傳將會亮相三款不同定位的 S20 系列手機 而興趣的朋友都可以點選右上方的資訊卡 進一步觀看影片 另外還有一款螢幕折疊手機 夭傳將會被稱作 Galaxy Z Flip 不過從外媒的資訊來看 有別於過去 Galaxy Fold 的左右折法 而是敢用上下折疊的做法 那麼現在也有一絲式廣泛的渲染圖被外媒給揭露 也更加確定這款折疊機的存在 那我們趕緊進入主題吧! 從之前的訊息來看 除了三星官方曾經在宣傳影片中 展示出上下折疊的概念手機之外 也有像是爆料者揭露疑視這款手機的實際照片 而這都表示著 三星將會繼續開發新型態的手機 那麼目前最新所流出的照片中 可以發現這些圖片 非常有可能是官方的渲染圖 而從封面的外觀看過去 根據消息將會採用康寧第六代玻璃來覆蓋 並採用有弧度設計的3D玻璃 來增加手感的舒適度 至於邊框則是由鋁合金所打造 而封面配置上還有兩顆主相機 一顆閃光燈 以及一個1.06吋的螢幕 能夠用來顯示時間、通知、電量等等 那麼封面的顏色外面表示將會有四種 包含黑色、金色、紫色以及銀色 另外韓國市場可能還會獨家推出 藍色、紅色跟粉紅色 接著觀察裡面的配置 手機展開後則可以看到一個主要的顯示螢幕 而這款螢幕還採用上開孔式設計 除此之外為了加強螢幕的耐用性 據傳三星研發出一款超薄玻璃材質 來取代過去的聚系亞安塑膠薄膜 藉此讓螢幕的表層能夠更看過耐用 同時也可以減少折疊處的折痕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在螢幕邊緣都有著類似防充起的膠條 而邊框下方也有做兩個凸起的設計 再來看到側邊設計 可以看到在腳鏈的位置中 外面還有一個鋁合金外殼覆蓋著 並把三星的LOGO鑲嵌在這個地方 也讓機身整體更加的美觀 那麼側邊配置上除了音量鍵之外 還配有指紋辨識器 也預計指紋辨識器會整合電源鍵跟Bixby鍵的功能 另外消息指出Galaxy Z Flip 也會採用聽筒結合底部喇叭的立體聲外放設計 並一樣會具備杜比全行聲音效 不過從這些渲染途中 也發現到3.5mm耳機孔依舊是移除的 最後說到一些被流傳的規格資訊 首先看到尺寸的部分 Galaxy Z Flip 因為採用22.9mm的螢幕 因此整體機身就會比較修長 當然如果是遮起來時就會比較好攜帶 而在寬度部分 如果以16.9mm螢幕的手機來做對照 大概在5.2吋左右 算是蠻好掌握的大小 那麼看到顯示方面 如果跟Ford相比小上非常多 這也代表著不能直接在封面上進行操作 只能顯示一些簡單的項目 不過它還預計一樣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功能 能夠持續在待機時顯示畫面 再來裡面的螢幕則是搭載607吋 並採用FHD Plus 的 Dynamic AMOLED 材質 功能上也預計大多延續 Fold 那麼在主相機配置上 據傳將會採用廣角超廣角雙鏡頭 相比 Fold 少了遠距鏡頭 除了變焦倍數較少之外 廣角鏡頭也預計少了雙光圈設計 至於功能上預計一樣延續 Fold 但可能會針對 Z Flip 新增一些比較特別的功能 不過目前並沒有太多的消息 而在錄影方面同樣支援 4K 60fps 其餘部分則預計延續 Galaxy Fold 那麼在前項機方面 Galaxy Z Flip 預計搭載 1000 萬畫素的前鏡頭 光圈從消息來看僅有 F2.4 這相比 Galaxy Fold 都要來的差一些 而在主要的硬體從外面的消息來看 Galaxy Z Flip 將會搭載 Android 10 系統 並搭用上自家最新的 One UI 2.0 不過處理器並沒有採用上高通最新的 S865 而最新的消息指出將會搭載去年的 S855 Plus 相較於 Fold 所搭載的處理器要好上一些 那麼在記憶體以及儲存空間 聚傳將會採用 8GB 配上 256GB 這相比 Fold 的配置要來的差一些 至於電池方面延續 Fold 的設計方式 以兩個電池來提供電力 目前消息指出將會具備 3300mAh 不過充電方面跟之前所洩漏的消息有一些差異 可能只會具備 15W 的有線快充 以及 12W 的無線充電 另外預計也會提供反向無線充電的功能 那麼通訊上會不會具備 5GB 版本 外面指出可能性並不大 應該只會推出 4GB 的版本 至於價格方面跟之前所流出的消息也有落差 現前外面指出大概在 857 美元左右 大約為台幣 25700 元 不過最新的消息指出 預估會以 1500 歐元來做販售 大概是在台幣 49600 元左右 雖然比起 Galaxy Fold 的售價還是比較便宜 但是跟之前的售價幾乎多出一倍 以這樣的價格來看仍然是昂貴的 這也讓一般民眾比較難入手 不過最正確的規格以及售價資訊 還是要等到發表會當天才能確定 那麼以上就是關於 Galaxy Z Flip 的最新消息 最後你們看完影片後 你對於螢幕折疊機要賣多少才能接受 以及對於 Z Flip 有什麼樣的想法 別忘了在右上方投個票 還有在影片底下分享你選擇的原因唷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唷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 IG 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